这架运酒机身上的红十字已经表明了它的身份 这是全军首架医疗救护机 运酒医疗救护机是在运酒运输机的基础上 成功打造的一款用于战场紧急转运病患的医疗专用机 具备了在空中进行诊治抢救和小型手术的能力 说它是一所移动的空中医院一点都不为过 医疗机的伤病员区划分为普通伤员区和重症监护区 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就是普通伤员区 那每一个单架都是可以取下来当成一副野战单架的 这样也更利于战场的转运和救护 那每一个活动单架都配备有机载心电监护仪 呼吸机输液泵和负压吸引器 那所有的这些护理模块都是可以实现快速装卸的 那在这边就是一个综控台这相当于医院的护士站 那每一个伤病员的信息包括舱内的监控图像 都可以在这里显示 那在转运过程中啊环境的变化 包括飞机在起飞降落阶段气压的变化 包括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气温的变化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伤病员 所以医疗舱内部啊也进行了一些特别的装修 那比如说在内壁上啊加装了这样的氧气接口 还有加装了像民航客机类似的遮光板和内饰板 那这个内饰板呢它有两个优点 它不仅可以有效的来隔绝飞行时候的噪声 而且呢还能起到一个隔热保暖的作用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机舱内部呢 加装了像这样的吊顶 那吊顶上面有一系列的这个照明设施 这样也有更利于医护人员来进行工作 那在前方啊就是飞机的重症监护区了 重症监护区的模块啊设备更多更全 那可以进行输液输血以及必要的外科手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重症监护模块下面啊 都有一个独立的供养系统 确保他们在运输途中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